好我们再来讲超声引导穿刺的操作原则 在我们超声引导穿刺的操作过程中呢 我们首先就是要遵守无菌操作规则 这也是所有的侵入性的诊断和治疗过程中 都同样要遵守的无菌操作规则 皮肤的消毒范围呢要叫临床的常规 腹窗啊腰窗啊更为广泛 要重视局部的麻醉 一般要达到侧臂腹膜和胸膜层 穿刺针进打胸腔和腹腔的时候呢 要助患者品气 避免咳嗽和剧烈的呼吸 这样呢我们的穿刺针或者活检针 不会轻易的移位 切曲组织的动作要敏捷准确 这就要求穿刺进入性超声的医生呢 手法是非常熟练的 手动负压吸取组织 可在病造范围的上下提差两次 多吸取一些组织 密切观察针间的位置 防止静针过深 可以测量距离并且做一些标志 以上的要求都是要求我们进行 介入性超声诊断的医生 有非常熟练的手法和经验 这都是需要多次的磨练才能达到的 自动活检枪在穿刺针刺入肿瘤表面的时候才能打开保险 确认针间的部位确实打到了肿瘤的表面 而不是在边缘 才能按动切割的开关 为了防止出血呢 我们避免在一个针点反复的穿刺 这样就会减少并发症的可能性 除避开主要的脏器和大血管之外 我们前面讲了诊断穿刺的路线 要避开主要的脏器和大血管 常用CDFI技术来观察穿刺的途径 这样我们也可以避开一些比较粗的异常的血管 并且避开血管丰富的区域 要尽量选择血供并不丰富的区域来进行穿刺 或者活检或者是治疗 这样的话就会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对边界清晰回生均匀的弱或无回生区的肿块 我们需要用CDFI技术来排除 它是一个动静脉流 我们知道在二维的时候 动静脉流表现的也是不规则的囊性回生 这时候如果我们盲目的把它当作一个囊肿 来进行介入性的诊断和治疗 针扎进去 准备抽吸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大量的出血 所以说在囊性或者低回生物质 进行介入性超生诊断或者治疗之前 必须上CDFI我们看一下 如果它是一个动静脉流 这时候就会显示出来内部非常丰富的血流信号 特征性的动静脉流的血流信号 这样我们在术前明确的诊断 就会避免盲目的穿刺引起不必要的并发症发生 在患者摒弃状态下出针 如果患者的呼吸特别急促或者是咳嗽的情况下 我们盲目的出针也会造成其他部位的误穿 所以说尤其是自动活检腔切割组织 它范围比较大 需要在摒弃的状态下快速出针 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减少 进入性超声诊断和治疗的并发症 穿刺活检后我们要常规进行超声的检查 观察有无出血以及气体液体的渗漏等现象 穿刺时无菌病例在前 感染病例在后 穿刺过程中过发现了感染者 为防止交叉感染 我们要暂停以后的穿刺病例 这都是我们在进行介入性超声诊断工作中 需要注意的事项